打开来,打开来之后,其实这个方式主要可以学到,好几个工作表,如果你里面的资料要把它合并的话,工作表要合并,那该怎么做? 比如说我今天有1,2,3个月的这个资料,那我希望把1,2,3月的资料合并为第一季的话,那要怎么做? 那方法主要有两种,一种就是说用录制聚集的方式,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一个月的资料,比如说我先去模拟这个动作,比如说有1到6的动作,那这个1到6的动作是重复1月,2月,3月,那你录下来这个部分的程式之后的话,你在外面再写一个回圈,那回圈的范围就是 for 1,第1个工作表,到哪个工作表呢?到总共全部的工作表,减1嘛,因为第一季不需要,对不对?那回圈的写法实际上就是,这边各位可以看到,在云装表板上面的画面,就是for i 等于1到什么呢? sheet.com,那sheet.com,那sheet.com,那sheet.com就是说总共有几个嘛,减1嘛,减1嘛,减1的话就是因为最后一个是第一季,那它就会从1,2,3,如果说你有12个月就是1到12个月,那最后是总报表之类的哦,然后再来的话呢,这边后面加一个什么sheet.com, i,i,i值的就是这个变数,1到3,对不对?那就1,sheet.com,这个i值的这个数字,也就是说sheet.com,如果你加的是数字的话,它是第几个,如果你后面加的是名称的话,比如说你后面也可以给他一个什么,1月,1月的话,点slate,点slate,就是邮标点击, 点,邮标停在1月的意思,1月之后,然后再把它怎么样,这个放在那个A2,对不对?然后再什么,Ctrl, shift,向右,向下,就是把这边做什么呢?选取,再复制,再切过来,第一期怎么样,再贴上,那贴上之后的话呢,它就可以再把它什么,邮标移到最下面,最下面最,第七的话是,再向下一列嘛,因为我们贴上去之后,移到最下面, 那我要再贴的话,再贴到它的下方,所以这边会多一行就是,这个向下一列,那向下一列这边,可能要再多学一个就是,Active Say,就是Active,现在的储存格,Obset就是向下,刮符之后的话,它有一个什么,1,1只是列,0的话只是蓝,因为我向下一动,移动一列的话,那写法这边就是1,那点slate就是它移动到下,就是移到在下面, 然后选取,NAS之后的话,再来就二月,一样的动作,再把资料复制,切到第二月贴上,贴上之后再移到最下面去,再向下一列,那这样的话反复,就可以把资料全部贴到第一期,那这个方法是用那个录制聚集的方式完成的,那当然你会想说,那如果我今天不想要用录制聚集, 我想要全部都用VBA来撰写的话,该怎么做,OK,这里的话我想我们等一下逐步来看,那今天的话主要先来看,就是如何做那个工作表的合并部分,那其实我想工作上一定会用到,你比如说你希望把很多工作表的资料,全部你按按钮,它就全部都帮你把它集中在某一个工作表上面的话,那这部分该怎么做, 那请各位先开启那个问题式的那个范例,那个范例的话,是在我们的这个范例里面,打开来的话,那各位可以看到